注意说你们每个会议员是这一年内开始用Instagram 其实我比他们都还要迟知道吗 我在拍三个月网的时候 我是没有这些所谓的media的平台 我是在拍完虎妈的最后一个星期 然后我的PA还有旁边的人说 你看一个那个snapchat来玩玩好不好 还有看那个instagram玩玩 说要花很多时间呢 要读剧本 因为我是个很认真的人 我又是要focus 不能multi-task一个人 说这样子要换多时间你知道吗 我说ok啦 既然之每个人都劝我 说开一个instagram 说好不好 就在那个时候呢 就开了一个instagram account 不错啦 YouTube也现在累积了一些followers 然后很多东西还在学习当中 因为我毕竟算是instagram 在这个social media还算是个baby 那我就请教 在拍摄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休息的时候 就请教了欧萱 请教了朱莉 他们都是那种instagram 这些media media大国的 一些queen and princesses 我就问说 这个snapchat我看每个人都在玩 可以教我一下 然后就教我怎么snapchat 教我怎么save 你snapchat了你还要save 然后你还要播出去 我就慢慢学慢慢学 那我就开始做snapchat instagram也慢慢慢慢慢慢就活跃了 然后刚刚开始去看别人的social media的时候 哇 我真的是发现新大陆耶 真的是来 哇 百花齐放我可以真的说 各花路各眼 我自己那时候在拍 然后我会觉得 这些音乐 很真的